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少说电影 今天老少给大家讲一部非常沉重的历史题材影片 影片中的场景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监狱 因为这里没有铁丝网,也没有荷枪实弹的预警 但说它是监狱是因为被收入的人在这里毫无自由可言 他们统一吃饭,统一睡觉,被强迫劳动 与监狱的管理并没有什么两样 通篇讲完后,你会觉得这座不是监狱的监狱 比一般的监狱更阴冷,更惊悚 在进入正片之前,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故事的历史背景 1933年到1945年间,德国进入第三帝国时期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纳粹德国时期 在1935年纳粹主义最狂热时 纳粹德国开始推行生命之源人种繁殖计划 目的是培养纯正健康的亚利安民族 1939年,习特勒成立了严重遗传性疾病科学治疗委员会 对全国范围内三岁以内的先天残疾婴幼儿实行安乐死计划 1940年这种医学关爱扩大到三岁以上 1942年甚至开始对有残疾的成年人进行绝育或暗杀的计划 这个臭名昭著的反人类净化民族计划 随着1945年纳粹德国的战败而终止 本篇故事发生在1944年 13岁的健康男孩乐莎 因为母亲去世,父亲又是游走伤人 其实最重要的是小乐是叶尼赛族人 当时的纳粹德国将大批的吉普赛,叶尼赛等少数民族的孩子带离父母送进儿童之家 为的是强制接受纳粹洗脑教育,成为可利用的劳动者 因为调皮和反叛,小乐被贴上了不可教育的标签 送到了这座偏僻的收容站来直接进行劳动改造 院长也是这里的主治医生,态度和蔼可今 看到小乐后背上的累累伤痕,温柔的安慰他说 在这里没有人挨打的 小乐天性善良活泼,机智勇敢 很快和室友负责解剖的老维特索菲亚修女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正在工作时,好朋友被家人接走了 这让小乐特别的伤感 在那个极权的天空下,父母身份的变化 地位的沉浮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院长每天都辛勤的工作到很晚 在院长出现的镜头里,他的面部永远都有一半在黑暗里 不经意时你会觉得他和蔼可今 但是当你注视他的全部时,你会立刻感觉到不憨而立的阴气逼人 他会精心的列出一个名单交到护理员手上 这时作为观众的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他真实的死亡使者的恐怖面目 小乐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帮老薇特清洗解剖工具 工作之余就会帮助修女照顾病房里的残疾孩子陪他们玩爽 有时他会看到一辆黑色的大巴车开进院子,带走一批孩子 每个人都表情凝重 小乐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忽然有一天小乐的父亲来了 小乐喜出望外 他一直的梦想就是和父亲一起去美国 这个梦想就要成真了 父亲看到孩子也很激动,寒闲几句后立刻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院长依然是笑容可居 一丝不苟的填写表格 在问到住址时,诚实的小乐父亲有些慌乱 他说,我是个有走商人没有固定的住址 面对小乐父亲脸部有些扭曲的哀求 院长无动意中 这条不是理由的理由 使得小乐要离开这座监狱的梦想破碎了 父亲发誓要尽快找到住处 最终父子俩无奈的分别 小乐父亲是深爱儿子的 在那个年代,忧太人并不是唯一的受迫害民族 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德国 少数民族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收容院来了个美女护士 小伙伴不小心把烂土豆砍到了护士的身上 眼看着大祸临头 小乐机智地立刻起身 对着院长行了个纳粹礼 巧妙地化解了小伙伴面临的危机 美女护士和院长一样工作勤恳 深夜时分,院长依然在开会布置工作 列名单 院长说,因为黑色大巴太显眼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院内执行 病例就写肺炎好了 女护士显然经验丰富,比院长更有爱心 要求院长进一批树莓果汁 因为孩子们都爱喝果汁 于是这碗可口的树莓汁 就成了一个个病残孩子的梦婆汤 好在小乐和间歇性癫症症患者小南成了好朋友 他们一起玩耍嬉笑 互相照顾 渐渐萌生着最朴素的纯真感情 这个画面老烧解读为白色象征了孩子们的纯洁心灵 黑色的影子是伴随着孩子们的黑色幽灵 而镜头升到扶角全景后 这个孩子们开心玩耍的地方 却成了他们走不出去的迷宫 一天晚上小乐来到修女的病房帮忙照顾病人艾米里 她看到护士诡异的为小男孩托尼喝下了一杯树莓汁 当天夜里托尼死了 修女发现时孩子还睁着大大的眼睛 对死亡的很多认知在东西方文化中竟然是高度吻合的 这个前一天还和小乐踢球的孩子托尼 第二天就被推进了解剖室 被院长强令写下了死于肺炎 等在解剖室外的小乐 对离开的院长投去了充满结问和压迫感的眼神 剧情就这样在阳光和黑暗的交替中静静的发展着 美女护士要给小乐一直照顾的艾米莉喝果汁 杯子被聪明的小乐故意打翻了 之后小乐把艾米莉藏到了修女的宿舍 惊险地躲过了院长和护士的搜查 夜晚时小乐带小男从天窗爬上屋底 说你要想好一个愿望 叶尼赛人必须满足好朋友的一个愿望 修女希望通过主教干预这个罪恶的杀人行径 但主教也很无奈地说 上面的压制使我们不能为力 相信这是暂时的 毕竟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 院长每天晚上编制着新的名单 护士给名单上的孩子配置可口的树莓枝 夜晚小乐带着小男逃出了收容站 来到附近的湖边 在这梦幻般的蓝色夜景中 两个孩子仰望着星空 憧憬着外面的世界 也轻轻地问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 上帝真的在上面问 而此时扮演上帝的一帮人 或者说一般魔鬼正在开会 描绘着一个没有智障 残疾 酒鬼 罪犯的帝国蓝团 院长给每一位参会者送上了一份汤 大家都吃完后 院长告诉大家 其实你们什么也没吃 这是长时间高温煮过的蔬菜 汤里已经没有任何营养 给重病人喂食这个汤 就可以让病人不知不觉地死去 而不是像注射药物那么明显 引起他们的过分关注 院长的重大发明 获得了上级官员的掌声 这种毫无营养的空汤得到了批量生产 小乐开始和小男计划逃走 为此要带足几天的口粮 所以每天吃饭 他们都会偷偷地藏一些面包 在一次晚餐中 小乐看到经常给大家吃的臭鱼时 愤怒地敲翻了碟子 让黏糊糊的臭鱼贴到了屋顶 这个举动立刻激发了大家压抑的情绪 一个个都学小乐的做法 餐厅上空一条条的鱼飞了起来 跳出餐盘飞上天的鱼 对一个个任人宰割的生命来说 既是对罪恶体制的憎恨 也是对自由的渴望 就在大家为了压抑的释放欢呼雀跃时 空袭警报响了 所有人都纷纷地逃往地下室 而小乐却拉着小男 试图趁这个机会逃跑 他们跑到了杂物间 看到了抱着艾蜜莉 躲在这里的修女 修女鼓励他们逃出去 没想到一枚炸弹 恰巧落在了杂物间的顶部 小男受伤了 逃跑的计划没有成功 修女和艾蜜莉去世了 葬礼过后小乐怒视着院长发出了窝闷在心里很久的怒吼 是你害死他们的 你是杀人犯 你是杀人犯 小乐的反制度和叛逆 使他成了院长的眼中钉 小男鼓励小乐尽早逃走 并且说 这就是我对你的唯一愿望 小乐拿着装满干粮的背包 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着天黑 也许是一天的劳作太累了 也许是毕竟舍不下小男 他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而这时院长在当晚执行计划的名单中 毫不犹豫的画掉了小乐的名字 护理员也不敢相信 他迟疑的问 他是个健康的孩子呀 院长愤恨的说 他是我们制度的最大麻烦 司机不塞人 于是护理员关爱的把小乐领进了旁边的空病房 在美女护士的帮助下 小乐被定格在了自由的边缘 死于一般沉寂的静止画面 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张力 使观者的情绪紧绷到了极点 小乐的全名是埃勒斯勒莎 被害于1944年8月9日 小乐的扮演者与勒莎本人的外形惊人的相似 活生生的形象更加重了观者的痛感 1935年到1945年间 20万人死于纳粹的优化种族政策 小乐的遇害日期8月是片名8月的物的第一层含义 而物则指的是1941年希特勒推行的业与物政策 对反纳粹统治的政治犯和优太人秘密屠杀的政策 让这些人就好像走进业余物一样在人间消失 影片利用光线的明暗色泽等丰富手法表达了观点 院长护理员护士出现的画面 大都是一半面目引在黑暗中 象征了他们魔鬼的身份 孩子们出现的夜色是蓝色的象征了纯洁和浪漫 在角色形象上 影片也刻意制造了非常大胆的反差效果 几个代表人物 比如悲悯为怀的索菲亚修女 小乐父亲 具有朴素人性的老薇 都是极为普通甚至有些丑陋 而院长护理员护士却是相貌堂堂 俊美诱人 片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基本都是历史原型 只有小男是虚构的 这个角色象征了收容院内少数的幸存者 在反映纳粹德国那段黑暗历史的影片中 著名的美丽人生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白丝带 都是以儿童的视角感受 犹太民族在那场战争中的死难经历 影片都各具特色 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和社会效应 这部八月的雾尽管在剧情结构 影像语言并没有那么完美 但却独具一格地聚焦在 纳粹主义对国内残障人士的 无差别屠杀和对少数民族的迫害 可以说影片担负了一份独特的历史责任 好了这一期的老烧说电影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还请您关注点赞吧 更希望您留言和老烧一起探讨 老师再次表示感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这里 咱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